距离2018高考还有8天 近一个月都在闭关备考的易烊鲜洗 深夜在INS更新料一组照片 向粉丝传达自己的近况 久不漏念的鲜洗弟弟一来 就给粉丝一磨点暴击 照片中 易烊鲜洗身穿黑色背心 顶住一头凌乱的短发 整个人显得特别的随意又腿移 最令人意外的是 许久不见的易烊鲜洗竟然一脸胡渣 整个人瞬间成熟料十来岁 素颜加胡渣 扑面而来的男性荷尔蒙 你还是我们熟知的少年敢爆棚的千洗弟弟吗 不少粉丝表示要从金妈粉转为银油粉 而2000年11月28日出生的千洗弟弟 他还是个未成年人 S.O.大家先冷静一点好吗 再等等 易烊鲜洗晒涂不久后 他的工作室贴出一组对比照 并逗去表示 朋友 53带来的改变 了解一下 说起53 53那是令深深学紫文丰丧感的一套系列从书啊 无论中高考 先过53这一关 五年高考三年磨灵 使人沧桑 这届本丝皮得狠 他们表示感觉易烊鲜洗 不像是刚从53堆里爬出来 反而更像是参加变形季前后的样子 也有不少网友吐槽 这也要留一个月 今天就能尝成这样料 重申一下 千洗弟弟还未成年 长胡子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了 临界六一儿童节 本丝能还掉 看一样千洗称 没有胡子的小孩子才能过六一哦 虽然年龄不再是儿童 但千洗弟弟刮掉胡子后 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清爽少年 高考要经过人脸识别才能入考场 留了一个月培养出感情的胡子终究是要被刮掉的 易烊千洗感慨完胡子之后 还附上哭泣的表情 代表着自己不忍心刮掉这珍贵的胡子 凭借胡子上料热搜也是画风新奇 希望千洗弟弟在闭关的最后积添掉 整好状态和心态 积极迎战高考 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胡须是男子 又以表现自己气质 个性和独特风度的一种标志 也会对脸型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常说的落腮胡 甚至能相当于化妆品中的阴影粉 能起到修饰脸型的作用 说写胡子 娱乐圈不少男明星会选择通过 留胡须来改变个人形象 他宽细路 我们熟悉的玉面小声代表胡歌 陈晓 留料胡子后显得更美 留料优郁文青气质 彭于燕 陈百林的胡子造型完全是两个鹿子的 一个肌肉猛男 一个文艺青年 张着没有胡子的时 后帅的眉 有记忆点 但是留起胡子后 直接往谢志寻男神方向跟走 有胡子的金城武 冯德伦 谢霆锋都更性感 胡须令人更有辨识度 欢乐送中的小包总杨硕 也曾鲜肉过 但留料胡子的操汗造型更吸粉 是霸道总裁本人没错料 胡须让男性看起来更稳重 威雷小明留料胡子 也没那么邪魅眉眷狂流腻 张寒宇 行走的何耳懵 没有胡子看闪去何善 留起胡子后不怒自威 气势十足 雅体代表 吴秀波 秀波书有胡子和眉 有胡子差异巨大 在北京遇上西雅图里 吴秀波的胡须造型 你搞墨千少女 在电影后段 吴秀波挂掉胡子之后粉丝 更是大呼有胡子 比眉胡子有范 看来吴秀波是真的跟胡须更配 胡须造型能帮助演员塑造角色 陈道明的黑色短胡须 给人成熟稳重的印象 自在大佬的风范 梁朝伟 刘德华的胡子造型 了解一下 即便是哥哥张国荣 胡子有无也很影响个人趣致 看若了人 刘廖胡子 给人增添了一份经过 岁月沉淀的成熟魅力 印象中 刘胡子是邋遢的一种表现 如果输于达理 那更会有如流浪汉般糟糕 但是 随着社会进步 审美也在变化 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蓄起虚 惊喜打理后 更是让人增添一份成熟的魅力 烧酒君在这里提醒 有意要蓄起胡子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保养护理哦 祝你们能有像马里奥一样的浓密大胡子 撰文 烧酒是马甲 感谢观看 喜欢的朋友 订阅一个吧